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陳詩敏 新冠疫情令教育界積極轉型,推行電子教學 加上AI、AR等技術逐漸普及 進一步推動教育科技的發展 今集請來本地兩間教育初創的代表 Avotep,市場拓展總監李嘉威 和Big Deeper創辦人陳樂樂斌 一起分享對教育科技的展望 歡迎你們 請你們兩位簡單介紹我們公司的產品 大家好,我是Big Deeper Studio的William Chan 我們公司最主要做很多不同互動類型的教學 我們有我們最出名的iFloor 當然是在幼稚園、小學甚至中學 都有不同的學校訂閱我們的服務 另外我們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都有帶一些不同的產品回來 例如一些AI機械人 也有製作不同的AR、VR的交易 給學界提供方不同的學科中的使用 大家好,我是Avotep Innovation Limited 市場廠戰總監 Gary 我們公司其實都是做一些教育科技的產品 我們一開始的產品叫做AR智能沙箱 其實是通過用了AR技術 去建造了一個叫做3D的立體環境 利用沙箱去做一個地理科的教學 其實我們都陸續會做一些不同的 Steam創新的教學課程 亦都會做一些跟Felm一樣的 AR、VR的方案 無論是給業界或學校都會有 其實市面上都有很多不同的教育科技公司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公司的產品的優勢會在哪裏 我們很多時候都已經在學界開了公司 會跟學校的老師一起談了 他們現在面對有些甚麼問題 我們才會再設計這個方案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因為這樣 基於這個方案來設計方案 所以很多時候坊間很多不同的方案 都是說他們會設計方案 才來再想想怎樣進入市場 而我們正正是反過來 就是我們了解了市場有甚麼需要 才再設計方案 比如我們的iBlog系統 其實就是我們很想提供一個 不是單對單 只是對著iPad 或者對著一個電腦去進行學習的 因為我想多一些不同的4C的學習體驗 4C是其中兩C 是communication和collaboration 溝通和學習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iBlog平台裡面 希望提供一個大型的地方 讓小朋友可以就算是做一些平時的練習題 但是他們可以透過一些不同的小組分組 或者不同的國人比賽 可以來溝通或者合作 即是你們首先會跟一些學校 即是點解了業界的需求 才再去改善你們的產品的東西 是的 沒錯 我們通常就是先給老師試用了 看看他們有甚麼意見去修改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團隊再修改 再去看他們做測試 才會正式推出市場 那經理你們的產品的優秀 或者福利點又在哪裏 其實我們的方向跟Vilum其實都很像 因為我們其實最主要 我們最終去做某一件事 做一個產品的目的 其實是要Serve到我們的用家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在2016年的時候 出這個AR智能沙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跟一些老師 去做一個簡易的合作 去了解他們真是落實這個產品 或者他們究竟現在目次教學中 遇到甚麼的難題或者痛點 那我們才去發想一些解決的方案出來 所以陸續是這幾年間 其實我們都不斷好像去跟一些老師 來簡易合作了解需要 不斷去把我們的產品去改良 然後再去給他們去切合到他們的需要 而我覺得我們再進一步 比較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們除了在過程中 這樣去不斷去跟他們去做一個 緊密的合作之外 其實我們提供的產品 我們不會當它是一個產品 我們其實是當它是一個服務 我們其實透過我們將這個產品 幫到他們之後 我們其實是完善整個體系 包括可能是課程上面 我們其實都會一直是基於我們 可能AR自仁沙箱的產品 其實我們在貼合香港的課題 我們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出了一本的教學的書籍 出版了 其實是在貼合中 可能大概是中學的地理科 21個課題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不斷去提倡的 我們不只是做一個產品的樣子 我們在完善整個體系 包括可能我將這個產品 令到老師不需要去煩惱當中的任何東西 我們是產品 我們去上門幫他們做一些安裝 教學 一些訓練給老師 連同一些他們真的落到課堂裡面 會用到的教案或者教材 我們其實是完善整件事 我有點好奇 因為你們主要都是和一些學校合作 你們其實當初接觸學校 會不會有什麼挑戰 你們其實都是一間初創公司 所以想了解一下你們 當初同學合作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有什麼困難點 先說 好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六年開始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是 剛才這樣說 其實我們跟老師這樣合作 其實過程中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變成可能半年或者一年之間 其實我們都是處於一個開發的階段 我們一直都未推出前面 變成那段時間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要很努力 或者要去看怎樣 真的去貼合到這個用家的需要 而令到他們對於我們的這件事 是真的覺得OK 有需要 我覺得當時最大的困難 就是其實是 一路要有這樣的空窗期 去做研發 去真是 一路去跟一些這樣的用家去做溝通 我自己比較幸運的 因為其實我是從2006年開始 已經開始在學界服務中 過往我都做過一些不同的學習平台出來 在本地和國際都贏過不少的獎項 所以很多學校的老師 還有一些校長 都對我們有認識 所以我自己之後 再做一些不同的產品出來 他們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甚至乎有時候 我們也會搞一些不同的參考團 即參觀團 去不同的地方去隨經 我們甚至乎都會看看 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 譬如英國 我們試過台灣 甚至日本 我們都試過去看 亦都試過回去 我們中國 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擅長的地方 我們吸收其他人的長處 希望融合了 香港老師的好處 就是他們懂得整合所有不同的方案 變成我們的自己的方案 我們自己也是 作為一個IT人 我經常連同自己 是一個狗病成醫的人 跟很多老師和教學家 他們聊得多 學了他們的教學方案之後 就融入了我們自己的設計方案裡面 再加上一些本地元素 因為很重要 因為其實不同的地方的文化都很不同 就算是我們大陸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在裡面 不同的族類 都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我們要基於那件事 去做 所以很多次 我們要基於香港的一些文化 我們去建立一些不同的問題 可能將這件事 我們放進去其他地方 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都很同意William所說 因為其實我們陸續在幾年間 我們其實在2016年 我們出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2017、2018年 我們都獲得一些不同的 就是通過用我們這個產品 去做教學 都獲得一些不同的獎項 其實有了認受性之後 其實老師或者學校對於我們產品的信心 或者對於我們整個公司研發團隊 我們自己的一些課程的體系 其實他們的信心都會加強 明白 我想知道你們其實現在 有多少間學校 在用你們公司的一些方向 其實如果只是計算這個自行沙商的話 其實我們目前已經 港澳區 其實已經超過過八間的一些教機構 其實甚至是我們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機構都會在用 包括如果學校的話 其實是幼稚園、小學、中學 其實已經不是靜靜複限 在一個地理科目裡面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產品 一直都會去多元化發展 去做一些不同的內容 去做到一些不同的效果 包括可能是 如果幼稚園 可能講故事 其實可以通過沙的遊玩當中 再加上一些我們視覺的效果 這樣去其實講這些故事 令到一些小朋友的學習 又會有更加新動有趣 也都學到某一些特定的課題或者主題 這個可能是幼稚園的方面 其實除了學校之外 我們其實都會有一些教育的中心 其實甚至離島、長洲都會有我們的產品 還有其實我們在香港科學館 其實都會有一個長期的設載展覽 一個AR我們的智能沙箱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忙 其實都做得很好 兩百間 我們都差不多 不過我們除了是iFloar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服務 我們應該都很正式數 但應該都過過幾百了 因為我們自己慢慢在香港做了這麼久 所以認識的網絡也比較多 而且近年的我們除了做小學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的網絡在小學那裡 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學老師找我們做consultant 去幫我們想一下 譬如IT Innovation Lab那裡 怎樣幫我們設備 他們的stamp 房 這些我們都做了很多 我們自己的product scene 除了小學、中學之外 其實有大學的不同的department 都會用我們的service 譬如幼兒教育系 或者是SCN的系 都會用圖書館、教大圖館 他們都有裝我們用地板 或者用我們的其他的機械人 但是近一年裡 我們開始去發展這個幼稚園戰的幾個市場 短短幾個月之間 已經有超過十幾間的學校 幼稚園已經用我們iFloor service 而今個暑假我們看得很忙 我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有三至四間學校 去新安裝iFloor 所以所以都感興趣 因為都感恩這件事 始終見到學界它有很大的改動 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令到他們需要追求的電子學習 這個範疇更加大 我想問問你們 因為疫情其實現在學校還未全面覆佈 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疫情 所以為你們公司帶來什麼挑戰 或者是一些新的機遇 不想問 對 我說一下 都是說回智能沙箱的項目 其實我們智能沙箱 其實是一個實體的教學工具 所以變成在疫情下 對於學校或老師來說 它其實本身都已經有一些電子教學的需要 我們就將智能沙箱的概念 因為智能沙箱提倡的是 它可以自己用沙去改變一些地形 而從中學到一些相關的學習元素或課題 我們其實通過這件事 我們轉化了我們的概念 就做了一個電子學習平台出來 就是一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可以讓老師 可以用一個遙拒教學的情況下 都可以去將類似沙箱的一個效果 將一些不同的地形的概念 可以流體地呈現出來 因為我們通過都利用了一個AR的技術 其實學生自己家裡有一個應用程式 都可以將那個地形去投影 在一些平面上面 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到那個地形是怎樣 一些相關的知識怎樣的教學 而老師亦都可以通過這件事 同中可以很針對性地 這個學生他看到 或者他自己去做一個這樣的地形出來 可不可以去理解到那個知識呢? 其實是一個叫做…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機遇 或者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轉變 我們其實都很開心 其實這個APP我們一推出的時候 其實全港已經有超過70至80間的老師 其實對於這件事是有興趣的 亦都有試用過我們的產品 同時都會提供一些不同的意見 去改善我們的這個叫做新的想法 是的 我就比較特別一點 反而疫情是幫了我們很多 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有時候不在疫情的時候才開發 我們有時候 我們自己做AR、VR做了很久 其實全球講VR最熟的就是2016年 叫做VR的元年 但是我自己在接觸VR 已經在看這個技術的話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看這件事 而2014年我們已經有自己的VR產品出來了 那麼我自己覺得就是 其實VR一個世界 一個虛擬世界是很immersive的 其實令到那件事 如果我自己投入去裡面的話 我自然的學習興趣就會高 所以我在這幾年裡面 不斷去做很多不同AR和VR的 solutions 給學校 我們之前製作過這些不同的八大人星 近年我們製作了一些叫做 神尤萬里 參觀不同的歷史的景點 其實這些都很大受學校的歡迎 在疫情之間 但是除此之外 這些就是我們疫情中間的學校 可以用我們不同的 platform 就像Gary那樣說 其實這些learning platform 其實學校都保持著有用 我們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反而是學校多了找我們的 就是他們在準備疫情之後 他們應該怎樣幫那些學生去體驗 或者去適應這些 學校的生活 因為去年全年少一個學生 都是沒有學校那麼小的 所以他可能坐在隔壁那位的小朋友 他都不太認識 所以聽說很多學校 無論是幼稚園學校都好 或者中學都有 他們找我們 我們想看看有沒有一些 多一些活動式的教學 給多一些學生的 所以這就是為何我們近幾個月 i4是直線上升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學校 都是為了準備開學的時候 他們未必要立刻去做一些傳統的教學 他們想做多一些不同的活動的教學 所以可能Gary那些智人沙箱 我們這些多用途的 更加i4 機械人 更加適合跟他學科裏面去做一些不同的體驗 讓學生容易適應回課堂生活 也都隨時的 也有學校找我們做 問我們的 萬一以前現在又嚴重了的touch wood 那情況是怎樣呢 所以我們有時候很多時候 都怎樣跟學校一起聊 怎樣做兩手準備 學校課堂那時候應該可以怎樣做 可能隨時的要轉回到網上課的 那時候又可以怎樣做 這些我們現在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明白 麻煩你 好 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謝謝